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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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您的收听 新传媒属下电台 本地的官病单日新增病例连续三天少过3000起 报2132起 另外又有一人病逝 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 昨天的新病例比前天少265起 其中108起是输入型病例 过去7天 我国每天平均新增2304起本土病例 每周病例传播率上升到0.67 目前有283人住院 其中21人需要氧气供给 6人在家户病房接受治疗 本地目前的累计病例达 182万9361起 其中1588人死亡 软件和数据管理平台供应商 Everypoint投资1亿元 在新加坡设立国际研发中心 公司也计划在2026年之前 在本地聘请500多名数码科技专才 把本地团队人数增加近两倍 公司表示 新研发中心将是全球研发网络的主要枢纽 反映了我国和亚太地区的发展潜能 报告部长严金勇出席了研发中心的开幕仪式 涉及2020年资格考试中作弊的 最后4名实习律师 也决定取消在本地职业的申请 这4人是 Sean Wong-Wai-Long Jolene Ong-Jia-Yi Lim Ziye和 Annabelle Aou-Jia-N 大法官梅达顺批准了有关申请 并预令这4人个别在未来9个月到3年内 不得提出新的律师职业申请 他们也必须咨询总检察署 新加坡律师工会和新加坡法律教育学院才可以这么做 另外7名作弊的实习律师则分别在今年5月和8月 提出取消在本地职业的申请并获得批准 起诉新捷运的前巴士车长被判败诉 高庭法官裁定新捷运在工作时间安排和支付工资等方面没有违反雇佣法令 前巴士车长蔡广明指新捷运在安排休息日和计算加班费方面违反雇佣法令 因而起诉新捷运所长 案件经过审讯 高庭法官发表书面裁决 判蔡广明败诉 针对蔡广明指新捷运 强迫她在休息日工作 法官表示这是空口指责 蔡广明没有提成独立证据证明这点 法官也指出 新捷运采纳的工资计算方式没有违反雇佣法令 也没有少妇起诉人她应该获得的工资 蔡广明是13名起诉新捷运的巴士车长之一 这13人陆续以类似理由入禀法院向新捷运追讨赔偿 法院决定先审理蔡广明的诉讼案 并以此作为判例案件 美国制药公司莫德纳入禀法庭 提控竞争对手辉瑞和BioNTech侵犯公司的 信使核糖核酸MRNA技术核心专利 莫德纳发表文告说 辉瑞和BioNTech所生产的复必泰疫苗侵犯的公司 在2010年到2016年间所提交的专利 这项专利涵盖了莫德纳的MRNA基础科技 莫德纳表示 这项突破性技术对公司的MRNA冠病疫苗 Speakvax至关重要 莫德纳说 辉瑞和BioNTech在没有获得允许下 抄袭这项技术并生产下壁钛疫苗 香港的冠病病例回落到8000起以下 香港《明报》报道 当地新增7835起病例 当中7665起属于本土病例 另外7人病逝 香港卫生局局长卢宠茂表示 确诊个案处于上升趋势 不排除每日病例 很快就会达到1万起以上的水平 他呼吁市民减少聚会 此外 香港政府也宣布 从星期天起 出席宴会的人士 需要出示24小时阴性检测结果 70岁以上的确诊者 如果只接种了一剂疫苗 或还没有接种疫苗 需要入住社区的隔离设施 新闻报告完了 958城市频道 您的新闻首选 听众有任何新闻线索 请发送文字照片 或录像到958WhatsApp 96233958 96233958 958城市频道 958路况消息 早上好 现在往大市方向行驶的 泛岛高速公路PIE 就在KPE出口之前 KPE出口之前的PIE 有一部车子抛锚 958天气预报 今天是8月27号 星期六 农历是8月初一 气象鼠说 在下午的时候 有很多地区会有雷震雨 最低温24度 最高温32度 明天是星期天 明天下午会有雷震雨 下个星期一 在中午前后会有雷震雨 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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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城市频道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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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最新的新闻与资讯 即刻下载 me listen App 免费随审收听 新传媒电台 音乐和Podcast 梁平主食 星期六 周末 早早起 早上好 听众朋友 现在时间是早上6点09分 我们待会儿在6点15分 会有早餐三人行 您吃了早餐吗 准备一下了 还没有准备早餐的话 待会儿的早餐 您可以参考 因为梁平嘉惠 还有学药 我们会介绍世界各国的早餐 有什么特色 我们有图片介绍 我们希望Facebook Live的听众朋友 看了之后 你们可能就会觉得说 今天早上我就吃这个 我要做这个早餐 有哪些国家的早餐呢 待会儿学药 会给大家先准备一下 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 曼山别宫 我们下期中 我们下期中